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焦点新闻节目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敬请按赞订阅留言分享 并且请开启右上角的小铃铛 希望如果有新节目发布 您便能在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接下来就请来一起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俄罗斯全面进攻乌克兰之后 美国总统拜登·厄斯套在全国讲话之中 宣布对俄罗斯的最新制裁举措 还批评普京是侵略者 他对乌克兰的侵略将使得俄罗斯付出沉重代价 普京将成为国际舞台上面的建民 专家也认为本轮制裁将对俄罗斯金融业造成严重打击 不过制裁本身并不足以制止俄罗斯的侵略行为 综合媒体报道 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全面攻击之后 拜登24号在白宫发表全国演讲 宣布对俄罗斯的最新制裁 包含 1.限制俄罗斯以美元、欧元、英镑以及日币进行交易的能力 2.停止资助跟发展俄罗斯军队的能力 3.销弱俄罗斯在21世纪高科技经济之中竞争的能力 4.美方制裁 共持有大概1万亿美元之善的俄罗斯银行 另外还封锁4间俄罗斯主要的银行 代表他们在美国拥有的每一项资产都将被冻结 美国还将把禁止发行债券 从俄罗斯国债延伸到俄罗斯主要国营企业 另外美国也将对俄罗斯祭出更严格的出口管制 拜登表示将会封杀俄罗斯一半以上的高科技进口产品 包含消费者、电子产品、半导体跟航空零件组 拜登表示这些制裁将伤害俄罗斯造船的能力 降低俄罗斯在经济上的竞争力 以及伤害普京长期战略的野心 路透社指出尽管这次制裁非常强烈 不过拜登依旧没有回应外界呼吁的两大制裁 包含制裁普京本人 以及禁止俄罗斯使用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 Swift支付系统 对此拜登表示把俄罗斯逐出Swift是一个永远的现象 不过目前这并不是欧洲其他国家希望采取的立场 但是拜登强调目前美国跟盟友祭出的制裁 已经远远超过Swift带来的事情 他表示我们实行的制裁将超越以往 而面对媒体质疑为何不将普京列入今天制裁的名单 拜登多次回避不答复之后 才终于表示直接针对普京的处罚依旧是一个选项 这并不是虚张声势 而是摆在台面上的一个现象 拜登表示25号将跟北约开会 并且跟30个盟友协商下一步行动 拜登也提到目前已经有7000多名美军进驻德国 近期将会再授权向德国部署更多的军力 不过他也再次强调 美国绝对不会加入到乌克兰的战争之中 美军部队在欧洲的任务是保护北约 而不是到乌克兰作战 拜登表示美国将会保护北约的每一寸领土 拜登也补充表示 G7领导人目前已经商定 要对俄罗斯采取毁灭性的经济制裁 不过自从2014年入侵 而且并吞乌克兰南部的克里米亚之后 遭到制裁冲击以来 莫斯科已经采取举措保护经济 包含囤积现金跟黄金 根据俄罗斯官方的数据 俄罗斯公债只占国内GDP的18% 远远低于全球大多数的主要经济体 而俄罗斯截至上个周末的外汇储备 为6430亿美金 拜登在演讲之中直言 普京是个侵略者 普京选择发动这场战事 而他的国家必须为此承担代价 他还抨击普京行为 显示他邪恶的愿景 用武力夺取任何想要的东西 而美国跟热爱和平的国家 将会动用所有工具来对付普京 普京将会成为国际舞台上面的建民 他也向俄罗斯发出警告 不要对美国企业跟关键基础设施 进行网络攻击 否则美国将会做出回应 同时拜登也表示 政府正在使用每一种工具 来保护美国家庭跟企业 免受到油价上涨的影响 他警告石油跟天然气的公司 不应该利用这个时机来 哄抬价格增加利润 美国之音指出打击俄罗斯能源产业 也是一项可能痛极普京的制裁 俄罗斯的石油跟天然气出口 可能会大幅下降 这些能源出口额达到2400亿美金 占俄罗斯GDP的15% 对俄罗斯的银行可能产生连锁效应 其短期外汇负债 远远大于其短期外汇的资产 俄罗斯中央银行可能面对 使用其大量外汇储备 来支持商业银行的压力 分析预测这种激心的制裁 可能会使得GDP减少5% 推进1美元兑换100卢布 并且迫使俄罗斯中央银行 将利率再提高500的基点 不过这也可能会加剧 全球能源市场价格的提升 俄罗斯是目前全球最大天然气出口国 占据全球17%的产能 俄罗斯也是原油主要出口国 占据全球的12% 与沙烏地阿拉伯几乎起步相当 而欧洲大概有1%的石油 跟1%的天然气 依赖俄罗斯的供应 对此美国国家赋安全购问表示 有鉴于俄罗斯对全球经济 具有系统重要性 美国不会做出任何造成 人员流动性中断的事情 排除对俄罗斯实行 能源制裁的可能性 在拜登发表演讲之后 美国财政部透过声明指出 美国将切断俄罗斯最大的 两家金融机构 跟美国金融系统之间的联系 这两家金融机构占据俄罗斯银行业 整体资上的一半左右 其他三个主要的俄罗斯金融机构 也将受到同样层面的封锁制裁 这个行动将会限制俄罗斯金融机构 以美元进行交易的机会 对其处理全球贸易的能力造成打击 俄罗斯目前80%以上的日常外汇交易 跟一半的贸易 都是由美元在进行的 此外美国对俄罗斯制裁的广度 超过银行的部门 还包含13个俄罗斯主要企业跟实体 也被施加新的债务跟股权的限制 这里面涉及到采矿业 金属业 能源业 运输业 物流业等领域 美国财政部指出 这些俄罗斯经济实体 对俄罗斯经济来说至关重要 总资产达到将近1.4万亿美金 同时美国商务部也大幅度扩大 其外国直接产品的规则 使用美国工具在海外生产高技术 跟低技术产品的任何企业 在把商品运送到俄罗斯之前 必须向美国商务部提出申请许可证 美国政府也指示商务部 拒绝几乎所有出口到俄罗斯 有关的许可申请 美国之音分析 新一轮的经济制裁 主要重点锁定在俄罗斯两大银行 包含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 以及VTB银行 进一步封锁俄罗斯的银行系统 这将使得俄罗斯从全球金融系统之中 鼓励出来 使得普京政府面对巨大的经济压力 其中特别重要的是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 它掌控了三分之一俄罗斯民众的存款 并且有50%以上的俄罗斯国民 在该行开户 又是拨付养老金跟薪资的重要银行 分析指出制裁这些金融机构 可能会引爆俄罗斯的击对潮 又断绝拿到出售金融的资金 对俄罗斯来说特别的危险 在制裁俄罗斯的选项之中 许多人都会提到SWIFT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昨天跟法国总统马克隆 举行对话之后 也在推特发文表示 我们要求把俄罗斯排除在 全球SWIFT金融转账系统 在乌克兰上空建立空中禁区 并且采取其他有效举措来阻止入侵者 不过路透社指出 几位欧盟消息人士表示 欧盟目前不太可能采取措施 将俄罗斯从SWIFT系统之中排除 因为这尽管会对俄罗斯银行 造成沉重打击 不过也将会使得欧洲债权能 难以收回资金 SWIFT这是连接全球银行业的 金融通讯基础设施 这个系统未在比利时 由其他成员银行来管理 每天处理超过全球200个国家地区 以及亿万1000多家金融机构 数以百万计的支付指令 伊朗跟朝鲜目前已经被提出这个系统 SWIFT对于跨境融资 包含贸易、外国投资、汇款 以及央行对经济的管理 等各个经济领域都至关重要 如果欧美直接禁止俄罗斯 使用相关的金融网络系统 将使得俄罗斯无法进口大量国际金融交易 包含收取出口石油跟天然气所得到的利润 其大概占俄罗斯收入40%以上 可立即打击俄罗斯的经济 并且造成长期的影响 而以SWIFT的作为制裁手段 已经不是第一次 早在2012年 欧盟就以发展核子计划为由 对伊朗的银行实行制裁 之后使得伊朗失去近半数石油收入 跟30%的对外贸易额 若是俄罗斯被禁止使用SWIFT 将很难找到其他可以取代的金融网络 虽然2014年之后 俄罗斯银行已经建立其专属的金融系统 供国内外的银行使用 不过其往来讯息规模非常的有限 而且系统用户仅有400多个 恐怕难以取代目前有的SWIFT系统 因此把俄罗斯逐出SWIFT系统 被视为是制裁俄罗斯的一个核武级的选项 不过德国总理索尔茨已经表示 切断俄罗斯跟SWIFT之间的联系 不应该成为欧盟对俄罗斯第二套制裁方案的一个部分 台湾经济研究院所长吴孟道指出 若是把俄罗斯剔除SWIFT系统 全球金融市场将会大乱 虽然俄罗斯努力去美元化 但是主要对外商品的交易 依旧有80%还是美元交易 吴孟道说明表示 将俄罗斯逐出SWIFT系统 对俄罗斯经济冲击是非常巨大的 但是这也是为什么德国不希望做这件事情的原因 因为德国跟俄罗斯在能源方面有较大的贸易往来 考虑到国际经贸的秩序 正是目前应该不至于升级到这个程度 因为切断一个国家跟SWIFT之间的联系 将打击所有这个经济领域 这个举动可能会带来经济上面的反噬 不仅仅是在跟俄罗斯有着深厚经贸关系 并且严重依赖俄罗斯天然气出口的欧洲 俄罗斯去年GDP大概是有1.7万亿美金 在全球经济体制中规模第12 如果缺失俄罗斯占据全球GDP2%的经济规模 这个全球数一数二的石油出口国在中断供应的话 将会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损害 俄罗斯非常的依赖SWIFT金融转账系统 来处理出口石油以及天然气的交易 这也导致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曾经表示 切断俄罗斯跟SWIFT金融转账系统之间的联系 等于是向俄罗斯的宣战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推荐给您的亲友 更请您点击节目内容简介里的PayPal链接 支持我们 我们就在ити装罗斯最再来密協 Vad 底线 打赏 第二